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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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氣氛 歡呼聲伴隨鼓聲 這些全都是學生 上課日這一天罷課不去學校 走上街頭為將來的 一口新鮮空氣而奮鬥 我們在四季中 我們有四季 我們想要一個更好的氣氛 我們要穿上衣服 我們要穿上衣服 等等 冒著低溫捨棄舒適的教室暖氣 週四比利時 約有三萬五千名學生罷課 聚集在首都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外 抗議政府為氣候變遷做的不夠多 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每星期天 所以我們不去學校 我們在國家和世界上 會說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們會做什麼 學生們說 會持續每星期罷課一天 直到政府正式問題為止 孩子們的擔憂並非空水來風 同一天 設於芝加哥的原子科學加工報表示 象徵人類毀滅的末日時鐘 距離午夜只剩下兩分鐘 我們有危險的國際戰略 而我們有一個施行的工程 會有可能導致我們 有一個地球的工程 會導致我們 末日時鐘 上次這麼接近午夜 是在2018年和1953年 兩次都是與發展核武有關 而今年又增加生態系統衰敗的危機 距離毀滅越來越近 再不積極採取行動 末日就要來臨 打開新聞黃金庭編譯